现在我们讲第四讲 无语与百姓生活 无语和百姓生活 全国各个地域的语言文化 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 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 一个地方人口聚居 渐渐都会形成一些本地的独特的风土人情 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也就失去了个性特征 来自一种精神 从人类文化整体上来看 也就失去了其中一个独特的文化个性 语言的平等多样化和和谐共处 应当成为基于人类良知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目标 多语言才能多视角 多文化才能多色彩 多包容才能多理解 方言是根据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 比如说中国数百中的地方戏曲 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的方言为意图的 方言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惯 关系密切 是一种文化 也是一种情节 方言当中不仅具有地方的文化价值 更直接的是跟某一地的 不同于另外一地的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下面我们讲第一点 吴语与词 跟江南水乡风土俗情 吴语与词 与江南水乡风土俗情